在去年底的员工大会上 马化腾表示 腾讯只是国家社会大发展期间的一家普通公司 并不是什么基础服务 随时都可以被替换 对于腾讯这些年的发展 马化腾在前几年的央视采访中透露 自己在腾讯创立初期 靠着帮别人做网站赚钱来养活QQ